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我们这个西瓜 蔬瓜、蔬花的问题 有些朋友种西瓜 经常说啊 这个早春西瓜个儿不大 皮后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实际上原因呢 不在于品种的问题 在于我们这个 蔬瓜、蔬花的问题 和溜瓜的问题 为什么呢 你好比说现在早春 因为早春这个西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你能早伤势一天 可能一亩地你会多赚个一千两千块钱 所以说我们种植户 就算错了一张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尽可能的去早做瓜 西瓜早做瓜 最常见的早做瓜是什么呢 你好比说这个西瓜卖了 一旦这个次瓜 开始出现次瓜了 好了 就马上开始受粉 无论你是对花也好 还是蘸花、喷花也好 就是开始这个西瓜受粉了 像如果这一个主麦上出现的第一个次瓜 你这时候受粉 肯定会出现 瓜个儿长不大 瓜皮后 就要比较多了 产量降低 这样的一个风险 为什么呢 正常情况下 这个西瓜呀 第一个瓜是不能留的 第一个次瓜要是掐掉的 因为第一个瓜 肯定会出现 瓜皮之后 个儿小 这样的一个 一个生理性 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在第二个瓜的时候 就可以正常受粉留住了 第二个瓜的个头 就要比第一个瓜的个头要大很多了 这些吃饱品质就能上来了 所以说我们种植户啊 如果想要好的一个产量 好的一个品质的西瓜的话 第一个瓜是不能留的 留第二个西瓜 好多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留言吧 说这个到底这个种植袋比较好呢 还是说乌坊布比较好呢 那么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它们各有什么样的一个 优缺点 我们第一个呢 先说这个种植袋子吧 种植袋子呢 首先外面啊 这个颜色呢 是白色的啊 里面这个颜色呢 是灰黑色的啊 里面这个颜色呢 灰黑色 就是说它具有一个保温的一个作用 而外面一个白色的 这个阳光直射以后啊 这个白色反光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呢 它这个温度呢 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温度 同时呢 它有这个透气孔啊 透气孔的主要集中在这个底部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 比如说浇水啊 施肥 如果是一旦过量以后呢 它可以随着下面这个袋子 这个透气孔 然后呢 这个水呢 渗漏出来 另外呢就是说 它这个材料啊 使用的寿命呢 是非常长的 基本上呢 可以使用就是 两到三年的一个时间 这一茬呢 结束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皱啊 清理以后 如果说这个种植袋子里面呢 这个营养桶子比较少了 我们只需要再添加啊 就可以进行下一茬的一个种植啊 所以说呢 可以说的是一次投入啊 多次的产出啊 所以说这个经济效益呢 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 这个乌房布啊 乌房布呢 首先就是说透气性非常的好 所以说它同时这个保水性呢 就比较差了啊 你像正常来讲 这种种植袋子呢 呃 基本上浇一次肥水 这个可以间隔十到十二天的时间 但是你要是乌房布呢 也就是说四到五天啊 你就得需要进行这个浇水了 可以说时间上呢 呃 最起码缩短了啊 将近一半啊 这样这个一个时间 第二个人就说 这个乌房布呢 它这个成本啊 比这个种植袋子这个成本要高很多 那么我建议呢 您还是去选用啊 这种种植袋子啊 最为合适 谢谢